当传天仰望耶稣 并尽在祂奇妙自荣 在祥祖荣耀恩典大光中 世上师必然先为虚空 圣明记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名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 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 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是信实的神 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 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 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 将他们灭绝 凡恨他的人 必报应他们 绝不迟言 所以你要谨守遵行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律例 典章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你是信实的神 你也是慈爱的神 愿你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信实 也认识你的慈爱 愿你使用这段时间 对每一个听的人来说话 也让讲的人 成为你话语流通的管道 祈求你的圣灵 在我们众人的心中来做工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爱是最恒久的真理 因为圣经里说上帝就是爱 爱也是最动人的感情 因为每个人都渴望被爱 所以爱也是最吸引人的口号 当有人以爱的名义 鼓励别人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会追随 但是今天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 爱也成了最混乱的概念 当不同的人使用爱这个词的时候 可能在说不同的事情 于是爱就变成了最危险的工具 有些人会用爱的旗帜 来引领别人一起去违背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圣经里说神就是爱 爱是上帝的本性 上帝是爱的源头 上帝定义了什么是爱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来认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圣明记七章七到八节 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上帝的爱 第七节和第八节的上半句说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名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在这一句话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爱 首先有一个特点 就是爱是出于上帝 而不是基于人的优点 爱是出于上帝他自己 而不是基于人的优点 第七节说 耶和华专爱你们 并拣选你们 为什么耶和华爱以色列人 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数众多 事实上以色列民族的人口数量 在全世界总人数的当中 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我经常听到有一些中国人 问我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上帝拣选以色列人 不拣选中国人呢 那么言外之意 好像是中国人 比以色列人有某种优势 更应该被拣选式的 那么中国人比以色列人 有什么优势呢 我能想到的无非就是 中国人人口数量 比以色列人人多 20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全世界犹太人的人口总数 大约是1480万 而2020年中国的人口数量 超过了14亿 是犹太人人口数量的100倍 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中国人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 整个民族的概念 不是说中国人的个体 当然上帝也拣选某一些中国人来成为他的儿民 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个体 我们谈的是一个民族整体 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中国这个民族 生命纪七章七节 其实让我们知道为什么 上帝拣选以色列人 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口众多 同样的中国人人口众多 这并不是中国人应该被上帝拣选的理由 人口众多 可以造成巨大的市场吸引投资 这没有问题 但是人口众多 并无法决定上帝的拣选 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上帝的主权 上帝决定要拣选谁 就拣选谁 而上帝决定拣选谁 不是根据人的任何优势 不是根据一个民族的人口是多是少 上帝凭着他的主权 拣选以色列人 与以色列人立约 上帝把以色列人当作他特别关爱的对象 所以第七节说 耶和华专爱你们 上帝的爱不是根据人的任何优点 上帝的爱是出于上帝他自己 如果你把第七节 和第八节的上半句的主干 把它提炼出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耶和华专爱你们 因为耶和华爱你们 耶和华专爱你们 就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 这是什么逻辑 就是上帝爱你 因为上帝爱你 意思就是说 上帝的爱是出于上帝他自己 任何人都找不到一个 可以让上帝必须爱他的理由 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上帝说 上帝你看我很勤劳 所以你应该爱我 我很聪明 所以上帝你应该爱我 我很谦卑 所以上帝你应该爱我 我们人口众多 所以上帝你应该爱我们 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成立 人没有任何的优点或者功劳 可以换取上帝的爱 为什么上帝专爱以色列人 是因为上帝凭着主权拣选了他们 当然这也与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有关系 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就看到 上帝的爱的第二个特点 上帝的爱是基于他信实的品格和 圣约的保证 我们要把上帝的爱和上帝的信实 以及他与以色列所立的圣约 联系起来来看 生命纪第七章第八节说 因为耶和华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上帝与亚伯拉罕礼约 应许他的后裔繁多 并承诺迦南帝要赐给他们为业 当然上帝还应许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 要有君王 要有国度 这些圣约的应许 借由以萨 雅各 然后到以色列民族传承下来 而以色列民族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承受了上帝特别的祝福 这些祝福是根据上帝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 而上帝是信实的 他所说过的应许 一个都不会落空 全都会实现的 所以根据上帝的信实 上帝一定会让亚伯拉罕的后裔繁多 上帝会按照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对待以色列人 上帝会保证 有君王能够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诞生出来 上帝要在他们的当中建立国度 这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包含的应许 因此上帝爱以色列人 这是根据上帝的信实 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 保证了上帝会爱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要在圣约关系当中来理解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 更具体的来说 就是我们要在亚伯拉罕和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 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圣约关系中来理解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的爱 上帝的爱和上帝的信实是密不可分的 而上帝的信实又是借着他对圣约的尾身来体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 上帝的爱是基于上帝的信实的品格和圣约的保证 而且为了实现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 上帝差派摩西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 我们在生命纪七章八节也看到了这一点 那通过这一句话 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爱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上帝的爱会引发出行动 而且是舍己的行动 有人说爱是一个动词 意思是说爱会带出行动 我们来看在旧约时代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每家每户要宰杀羊羔 要把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 这样他们的长子就可以躲避击杀 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 这也是出埃及的拯救最核心的内容 因为逾越节的羔羊 预表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要知道当上帝在埃及遍地实行审判的时候 所有住在埃及地的人都配受审判 包括住在那里的以色列人 按照他们罪人的本相也配受审判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上帝是公平的是公义的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但是上帝专爱以色列 所以他要用越节的羔羊的血 来遮盖以色列人 这就预表了耶稣基督要代替 父神在创世之前拣选的人 在十字架上被杀 耶稣的血涂抹我们的过犯 我们借着信心领受了救赎的恩典 我们被基督拯救脱离了罪的权势 耶稣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下了新约 我们也成了上帝立约的子民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表明了他爱我们 为什么上帝这么做 为什么上帝拆派他的儿子 为我们舍命 用这种舍己的方式来与我们礼约 因为他爱我们 他的爱引发了舍己的行动 父神拆派耶稣到世上来 耶稣来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流血舍命 所以上帝的爱引发出舍己的行动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从刚才这几节经文里面 我们认识到上帝的爱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 上帝的爱是出于上帝他自己 而不是基于人的任何优势或者优点 第二 上帝的爱是基于他信实的品格和圣约的保证 第三 上帝的爱会引发出舍己的行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上帝呢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第一要认识上帝 第二顺服上帝 我们来看九节和十节 第九节第十节说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 是信实的神 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此爱 直到千代 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 将他们灭绝 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 绝不吃言 这段话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知道 知道 就是认识的意思 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包含我们在头脑中 应该相信有关于神的一切的真理 知道这个词 也包括我们应该在感情上 去体会神的心肠 还有我们在生活中 去经历到神的信实 慈爱公义等等美好的属性 知道神 就是我们真的去认识他 与他建立位格性的关系 你要知道 耶和华 你的神 他是神 是信实的神 神的信实 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 神的信实 是通过他对 那些爱他的人的态度 以及他对那些恨他的人的态度 体现出来的 对待恨神的人 对待爱神的人 神以慈爱待他们 对待恨神的人 神以严厉的报应来回应他们 神这样做并不是自私 大家不要用暴君的形象 来想象上帝的样子 我们刚才说了 要把神的爱放在圣约关系当中来理解 神与以色列人立约 他爱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也应当单单的爱耶和华 如果以色列人爱其他的偶像 那么他们必然会招惹上帝的愤怒 上帝来严厉的审判他们 这也无可厚非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夫妻两个人立下了婚约 承诺彼此相爱 后来其中一个人爱上了第三者 那么遭遇背叛的那一方 他岂不是会愤怒吗 他对那个背叛他的人爱得越深 他的愤怒就会越强烈 这就像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像一团烈火 可以温暖那即将被冻死的人 让他从寒冷中苏醒过来 但是上帝的爱像一团烈火 也可以焚烧那些放纵无度的罪人 以和华是寄邪的神 他与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圣约 要求双方都应该信实守约 而上帝是信实守约的 而以色列人呢 也有义务信实守约 同样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我们也有义务要信实守约 如果上帝的儿女对上帝不忠 上帝来实行及时的管教 这是爱的表现 对于那些没有重生的人 或者是那些假信徒 若是他们藐视上帝 恨恶上帝 那么上帝对他们的审判 也必然迟早会来临 但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上帝的话 我们就应该顺服他 遵守他的诫命 所以第十一节说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诫命律例典章 上帝渴望以色列人享受他的慈爱和祝福 而以色列人蒙福的途径 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 所以上帝再一次呼唤他们 要遵守上帝领布的诫命律例典章 上帝的律法不是为了挟制我们 而是为了祝福保护我们 当然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 我们的动机不应该是去换取上帝的祝福 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 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他 我们认识上帝的爱 所以我们爱他 我们认识上帝的信实 所以我们也诚实 守约 愿意讨他的喜悦 我们爱他 愿意在实际行动中 去彰显神的荣耀 而神的律法 就指导我们 该如何在行动中 去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为了神的荣耀 我们遵守他的律法 这是我们遵行神律法的动机 所以这就是我们 在这个生命纪的主题海报上 所书写的生命纪的主题 就是在约里忠心 在爱里顺服 希望大家把这个主题记下来 在约里忠心 在爱里顺服 上帝的爱激励我们 认识他 并且顺服他 愿上帝的爱 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当中 特别是婚姻关系 在旧约圣经中 常常用婚姻关系 来比喻上帝和以色列人的关系 婚姻关系 应该反映出圣约关系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上帝的爱 有哪三个特点 在这段经文里 我们看到 上帝的爱的三个特征 第一 上帝的爱是出于 上帝他自己 而不是基于 人的优点 第二 上帝的爱是基于他 信实的品格 还有圣约的保证 跟他所立的约 有关系 第三 为了对方的益处 爱会发出 舍己的行动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爱 应用在婚姻关系当中 今年秋令会的时候 孙牧师给大家 给弟兄们讲过一个故事 不知道弟兄们还记不记得 说在一个教会里 有的位牧师 让弟兄姊妹们 写下你们爱自己的配偶的理由 是什么 如果现在让你写下 你为什么爱你的配偶 写下一些理由 你会怎么写 那天很多弟兄姊妹都写了 很多理由 有的人写的 密密麻麻的一张纸 我爱他 因为他很贤惠 我爱他 因为他很体贴 我爱他 因为他很漂亮 我爱他 因为他很有学问 我爱他 因为他会做一手好菜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答案 可是只有一个人 交上了一张白卷 他一条理由也写不出来 但是他仍然爱他的妻子 为什么爱他呢 他也说不出来 也许他那个时候 真的想不到妻子 有任何优点 也许他的妻子 那个时候正在令他很痛苦 但是他仍然爱妻子 尽管他想不出妻子 有任何可爱的地方 他交上了一张白卷 一个答案也写不出来 但牧师说 这一张空白的试卷 就是最完美的答案 因为真正的爱 是出于付出爱的那个人 而不是根据被爱者的优点 我们再说一次 真正的爱 是出于付出爱的那个人 而不是基于被爱者的优点 刚才我们说 上帝的爱是出于上帝他自己 而不是基于人的优点 如果你用来自于上帝的爱 去爱你的配偶 这种爱 是从你的心里发出来的 当然 归根结底来说 它是出于上帝 但是因着你与基督联合了 所以从你的心里 会付出这种爱 但是这种爱 不是基于被爱者的优点 真正的爱 是出于付出爱的人 而不是基于被爱者的优点 当一个丈夫说 我爱妻子 因为她能做一手好菜 那么当妻子疾病缠身 没有力气在做菜的时候 丈夫还有什么理由爱妻子呢 当妻子说 我爱丈夫 因为丈夫事业成功 那么有一天 丈夫事业破产了 妻子还有什么理由爱丈夫呢 真正的爱 不应该是基于 那个被爱者的优点 真正的爱 应该是出于 那个付出爱的 那个人的美德 这种美德 就是信实 当两个人立下了婚约 就意味着 他们要彼此相爱一生 这是婚约的应许 所以基于信实的美德 他们将爱进行到底 可是婚姻进行到一段时间之后 很多人觉得爱不下去了 因为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恋爱时的那种美好的感觉了 于是很多人觉得两个人没有爱了 很多人是把爱当作一种美好的感觉 但是真正的爱不一定会产生良好的感觉 真正的爱是持守蒙约的坚定的意志 真正的爱不一定会产生美妙的浪漫的感觉 因为你与他立下了婚约 所以你爱他 即使他的缺点浮现的越来越多 即使他令你痛苦 你仍然用舍己的方式去祝福他 仍然为了他的益处 你付出牺牲 尽管你内心隐忍着这种痛苦 你坚持这么做 这就是你对他的爱 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的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招惹上帝的愤怒 上帝的感觉并不好 如果上帝只是凭着感觉做事情 根据他对我们的愤怒来做事情的话 那么他早就该把我们丢在地狱里了 但是神爱使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对永生 上帝的爱不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上帝的爱表现为他承受痛苦来挽回我们 他付上代价来祝福我们 这不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当十字架上圣子经历了圣父的离弃 那是痛苦的感受 但这就是他爱我们的方式 所以不要用感觉来衡量爱 要思想爱的盟约 基督与我们立约 他就永远的爱我们 爱到底 通过守约的方式来实践爱 我们要长久的付出爱 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用一种浪漫的方式 维护一种良好的感觉 我们需要的是拥有信实的品格 对我们所立的约 负责到底 但是我们原本都没有这种品格 信实是上帝的美德 但好消息是 我们被耶稣拯救了 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与信实的上帝和好了 我们可以与爱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了 所以 如果你在痛苦中觉得自己爱不下去 要来思想 要来思想耶稣如何爱你 思想天赋 是何等的信实 当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 你就获得了爱的动力 当神的爱 从一个人的生命中流淌出来 神也可以使用这个人去改变另外一个人 当然这个改变的过程或许很长 或许很短 或许另外那个人 他就一直硬着心不被改变 这也有可能 但如果两个人都被上帝改变了 当两个人都在基督里面 与基督联合 找到了那个爱的动力 那两个人的婚姻也可以变得更甜美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 他经历了十字架的痛苦以后 当他升天与父神同在的时候 他也得到了喜乐的结局 荣耀的结局 愿弟兄姊妹在地上的婚姻关系 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 就算是你的配偶 硬着心不悔改 你在神的面前 做到了你该做的本分 面对主的时候 也可以坦然无拘了 不管结果如何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 有无愧的良心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在我们爱你之前 你先爱了我们 愿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 体会你的爱 愿我们转眼仰望耶稣 愿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好激励我们更多的爱你 顺服你 也愿你的爱 安慰我们的心 给我们付出爱的动力 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